这是一个赌上人生一尘千斤的故事 听说史蒂夫的财力相当于一个国家 有人说 史蒂夫曾经是二次大战的民主英雄 可是 我听说史蒂夫是AB男优 我平常看这么多片子 怎么都没有发现 可以开始了 拉牌 也有人说 史蒂夫才是让大家缺乏财源的更远 Now shall we begin 游戏规则很简单 前放桌上 我全部营造 算 这几样子就知道你们没玩过大波 桌上这些食物呢 就是每一个城市 平地拿走 速地吃掉 我们就开始了 看来你踩到我的地盘了 喝吧 这不过只是第一局 你别高兴得太早 谁可以帮我把珍珠拿掉 我会过敏 哥吧你 攻击卡 外星的入境 不止定 然后我再覆盖一张陷阱卡 在台面上结束这回合 这不是游戏王 不好意思 如果去旅行的话 你想去哪里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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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波有趣的地方 就是在于你不知道会抽到什么 你 你干嘛 你有可能一夜制作 有可能开启地狱的钥匙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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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知道吗 聪明的男人我最喜欢了 不如我们先暂时合作逗跑他们 之后再赞我们的旧账 你已经宣布破产了啊 对啊 好 这不是游戏 是人生 我才能入货啊 你难道不怕我们设下陷阱 请去入货吗 这本来就是个陷阱 我最怕钱财是所有罪恶的根源 被我抓到了 他这句话是马克图文的台词 我没有啊 难怪我刚刚就觉得很奇怪 原来他都在抄袭电影台词 小姐你可别毁谤啊 我毁谤你 你毁谤我 带他评评理啊 我什么时候毁谤他啊 我是亲眼看见他进妓院 并不验诈 这是战争 超硬撞 超硬撞 CosA 3 5 4 4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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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 6 感谢观看